各位同修,大家好。今天为大家诵读《佛说于兰盆经》全文。 母得拨饭,即左手掌拨,右手团食,食味入口,化为火炭,遂不得食。 穆连大叫,悲好提气,迟还白佛,俱臣如此。 佛言,如母,罪根身杰,非如一人力所奈何。 汝虽孝顺,生动天地,天神地齐,邪魔外道,道士似天王神,亦不能奈何。 当须十方众僧,微神之力,乃得解脱。 无今当说救济之法,令一切难,皆离忧苦。 佛告慕连,十方众僧,七月十五日,僧自滋食, 当位七世父母,即现代父母,恶难终者, 聚饭,百味无果,及灌盆契,香油定竹, 床夫卧聚,净世甘美,已住盆中,供养十方,大得众僧。 当此之日,一切圣众,或在山间禅定, 获得四道果,或在树下惊醒,或六通自在, 教化身文圆诀,或十地菩萨大人, 全献比丘,在大众中皆同一心, 受拨活罗饭,聚亲近戒, 圣众之道,其得汪洋。 其有供养此等滋滋僧者, 县世父母,六亲眷属, 得出三徒之苦,应时解脱,衣时自然。 若父母献在者,福乐百年, 若七世父母升天,自在化身,入天华光。 十佛斥十方众僧, 皆先为施主家咒愿, 愿七世父母行禅定义,然后受食。 出寿时时,先安在佛前, 塔寺中佛前,众僧咒愿敬, 便自受食。 使穆连比丘及大菩萨众皆大欢喜, 穆连悲提弃生, 世然除灭。 使穆连母基于世日, 得脱一劫恶鬼之苦。 穆连父白佛言, 弟子所生母, 得蒙三宝功德之力, 众僧微臣立故。 若未来是一切佛弟子, 亦应奉余兰盆, 救度现在父母, 乃至七世父母, 可为而否。 佛言, 大善快问, 我正欲说, 如今父问, 善男子。 若比丘比丘尼, 国王太子, 大臣宰相, 三宫百官, 万名庶人。 行, 慈孝者, 皆因先为所生现代父母, 过去七世父母, 于七月十五日, 佛欢喜日, 僧自自日, 以百味饭食, 安鱼兰盆中, 施十方自资僧, 愿使现代父母, 寿命百年无病, 无一切苦恼之患, 乃至七世父母, 离恶鬼苦, 生仁天中, 福乐无极, 是佛弟子修孝顺者, 应念念中常义父母, 乃至七世父母, 年年七月十五, 常以孝慈, 义所生父母, 为座于兰盆, 施佛吉僧, 以报父母, 掌养慈爱之恩, 若一切佛弟子, 应常奉持是法。 二十, 穆连比丘, 四辈弟子, 文佛所说, 欢喜奉行。